希伯雷书第10章第25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劝脸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于此 所以在家序当中 能够分到 其实你能够侍奉到还是侍奉不到 如果侍奉到的时候 会帮你能够踏上这条路途 这个就是家序真真正正正正 可以说度身定造去帮助 每一位顶姊妹 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系统设计的原因 而第三种分享 当然是对一系统 现在大家知道了 对一系统一定不是给奔客的 所以对了一系统 那人不肯由奔客变成狂女 到最后都是对不到那些人 因为他一生都想着来参与 来有得吃 吃熟灵的东西 但问题是不肯付出 不肯 吃熟灵的东西 那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听对一信息 对一基本上不会是一个很整传的几十年的信息 根本就不是的 因为那个不是说 针对在知识上面 更加更加是针对在情商上面 不是智商上面 所以变成 在对一系统是很多时 是借着你的对一 就是对一你个人 去帮助你在性格上面 执行上面 更加圆滑 更加面面俱缘 更加能够侍奉到人 更加不会说 在建立当中破坏建设 因为 其实 你有一个对一 其实不单是他教你的 其实很多人可以回应 关于你的性格 你的执行 都会 去到你的对一 你的对一因此 而 教导你 矫正你 这个其实就是对一系统本身所做 因为我们本身要服侍人 你不是服侍一件死物 所以当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 在那个过程里面 是让我们在互动里面 建立我们的良心 所以双一系统本身就是在情商上 去养一个 充满瑕疵的人 又或者一个 很冷淡的人 又或者很冷漠的人 很不懂和人相处的人 慢慢在那个过程当中成长 所以双一来说 对于好丝在情商上 非常之差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大帮助的 但是问题是那些人 有时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不是说我对一之有 别人都没听过的知识 可以让我们听到 然后在别人面前 去威风 其实目的不是为了去威风 当然如果你在 情商上很聪明 在知识上有很多都会 可以跟你分享 但是你情商上都不行的话 给你那么多知识 让你去威风 你的情商更差 你和人相处的态度更差 你自己走过方向 在教会当中 做富二代 周围去演夜 周围去show off 这样 这样 所以变成 这个变成是 他进入对一之后 是否接受不了 因为他觉得 爸爸妈妈都不会这样教我 爸爸妈妈只是捉坏我 你为什么不捉坏我 你不跟着我爸爸妈妈去做 使我可以下肌肉 这样的 有些人 当然不是这样说 但他绝对是这样行 所以双两对都不用双 因为 那个人根本是 整个方向以利益跨税 所以对一系统的信息 基本上就是 简单来说 觉得这个人 他是同女 可以进步成为 辛苦 所以对他 或者这个人是奔客 他可以进步成为同女 所以可以对他 其实是为了这样 让那个人可以去 杀种和栽种 第四种聚会模式 和分享模式 当然就是栽载 栽载 其实是 我开始讲2012信息 是一个 变化 因为 在灾作 其实我们讲了十几年 而在这十几二十年当中 其实灾作本身是一个 灵修的小品 这个也是开始的 但问题 发展到现在 整十几二十年后 现在都在讲自转 现在我们今天回答问题 所以变了一个方向是变了 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于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